詞曲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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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只是要跟老师们讲一下 关系跟集合这两个概念 我只举几个例子 如果学生不懂田武元老师要怎么教 我先跟老师讲第一个 数学很多老师都说 学生数学不好是郭文不好 那是两回事 看不懂题目是沟通问题 数学问题解决的是 看得懂但是不会帅 那怎样跟小朋友沟通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大人少讲话 把题目拿具体物从头到尾演一次 因为大人讲的话都不像人话 大人习惯会用比较高的概念 高的比较 就是说层次比较高的词汇 来解释层次比较低的词汇 我最喜欢讲的例子就是说 你怎么教小朋友红色 就割完给他看嘛 对不对 我开玩笑可以学我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开过讲话 我可以讲红色是颜色的一种 那就完蛋了 因为颜色的概念比红色要高阶 我们大人习惯用高阶语言 来解释底界概念 好 不过就是听懂了 所以看不懂题目是沟通的问题 沟通就是把题目也一次给小朋友看 数学解决的是看懂题目但是不会算 老师们现在想看你高中每一题都看得懂吗 题目描述都会看得懂 会不会算 不会啊 所以不要take it for you 那第二个是很流行阅读 但是呢 我发现很多老师在讲阅读的时候 重点容易抓到 都把阅读 数学阅读交正博语的 那我现在问老师 偏误语言那不会怎么办 那就是哪 比较难的概念解释比较简单的东西 偏误语言怎么叫 老师我也跟小朋友讲少五元 对不对 他少五元学生保证还是听不懂 那我现在问老师 偏误语言是性质还是关系 关系 那关系的话 偏误语言你跟小朋友讲 少五元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因为我每次看老师在教那个数学阅读 都没有这个概念 偏误语言是关系 只要是关系就要有几个物件 两个物件 两个物件 所以你要跟小朋友讲 定价二十块售价十五块 我们说十五块比二十块少五元 有没有听懂 你刚才讲少五元是没用的 关系一定要有两个物件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接着呢 再问老师 偏误语言是特例还是集合 偏语语言是只有一种情形 还是有很多种情形 那平常你教 如果是有很多种情形是不是集合 那集合平常老师叫偏语语言的话 你取历史要取一个还是要取很多个 平常老师都举几个 举一个考另外一个 这样懂了吧 所以只要是关系加集合就等于没有救 学生不会的都是关系跟集合 到这边我们一点点听懂 所以如果说你要叫便宜物件 一定要怎么样 最少要举几个例子 三个都叫便宜物件 到这边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听得懂吧 偏误语言 大家没有问题 至于说这个关系我们都讲过了 那我们再讲几个 这一题 这种题目小朋友考察会不会很惨 会不会很惨 那我请问老师 这一题本身就是关系的描述 没有问题吧 那请问这一题是特例还是集合 那老师你会怎么教 这一题请问老师你会怎么教 你就告诉小朋友五加十是十五 就教完了 然后课本大概都画出现了 前面都要画一段 其实都能有 这个题目你要怎么教 它是一个集合 它不太应该考国小 它是整数的题目 应该是国中的 像这个题目 你假设假比较好还是饼 假知道多少钱 比较容易还是饼知道多少钱 饼知道多少钱 对不对 我教的话我会讲 第一个 饼如果有一百块 那鞋呢 鞋就有一百一 鞋就有一百一十五 是不是就多十五块 饼如果有五十块 是不是也是鞋啊 有没有问题 那这题牵着到代工事的概念 老师看一下 如果我假设鞋有五十块 饼有五十块 鞋就有多少钱 六十 鞋就有多少 六十五 所以我们会说 六十五比五十多几 多十五 这样交出一个例子 再交第二个例子 饼是八十 所以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交呢 跟最后你要求十加五是没关系的 老师现在看 怎样交五比较好 饼是不是五十 鞋要写多少 十加十 真的耶 十加十加五 然后夹饼饼多多少 要写十五 还要写十加五 十加五 清楚了吗 对啊 有会不会这样交 我不晓得 你要写十加五 学生才会看到 不管饼是多少钱 它饼饼多多少钱 十加五 所以以后这个题目 你要怎么算就可以了 可以用什么来算 十加五 这个代工事跟你 有没有一点听懂 再讲一次 十加五比较好 还是十五比较好 十加五 十加五 这样清楚了 好 再来 好 再来 这个简单工程问题 老师觉得它是特例还是集合 那你平常都懂算 你全部老师都懂交法 全部工程都计 一 一 学的是不是完 所以工程问题 一开始你把全部当作一来交 真的是坏人 那我现在要请问老师 这个工程问题如果是马路的工程问题 我可不可以假设马路长三十六公尺 老师认为 老师认为左跟右 他的算法有没有一模一样 老师看一下这是一个工程问题 他有没有告诉你做什么工程 就是告诉你马路工程 会不会告诉你马路长多少 也不会吧 那问题是这个题目 不管马路长几公尺答案都一不一样 那所以它是特例还是集合 所以你应该怎么教 像我教我会先假设马路长三十六公尺 那请问这一题是简单还是困难 简单困难 就很简单嘛 对不对 我再假设马路长七十二公尺 再假设马路长一百公尺 小朋友不快乐了 最后假设马路长一公尺 他真不快乐吧 如果你有做这些事情 以后小朋友会找几公尺 他很可能会找十二跟十八的公倍数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有听懂吧 公倍数 OK 好 找了公倍数以后呢 最后才能跟小朋友讲说 如果你要读数学系 数学家喜欢吗 小路单人请 这个时候才能教这个鬼方法 所以老师觉得这个鬼方法 应该是在后面教还是前面教 我们老师都怎么样 前面教 而且教唯一的一种 老师应该知道马科学人 教完会过多久就不会了 不用太久吧 这样有没有听懂 其实很多我们教学人不会 就是你没有去弄清楚 他是关系还是性质 没有弄清楚还是特例还是极核 这样懂吗 老师学生要怎么去假设三十六一件事 你说多凑几次他都会发现什么 公倍 其实你就想想看 我有一些工程 马路工程不谈及公式吧 然后十二天分完还是会平凡成十二份 十八天分完还是会平凡成十八份 平凡成十二份刚好分完 平凡成十八份刚好分完 汉球十二公尺 十八公尺的公倍数是不是一样 所以十二公尺一数跟平凡成十二份是怎么样 一样的 这样有听懂吗 最后再开一个题目 我只是举几个可以举一对例子 所以以后你在做数学阅读的时候 记得学生死都死在哪里 他的描述是关系 他是集合 不要去教国语 这一题哪一题哪一个奏法比较难 老师们想想看 这两个题目哪一题的奏法比较难 方法一前面比较坏的是方法二 方法一会 二呢应该不太会吧 聪明的才会 还是体察善意的才会我不知道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去年还是前年 我们学校的师培生 郭文系的三个就问我 这个在干嘛 真的 他敢问已经是不错了吧 很多人是问都不敢问 那老师告诉我 为什么他学生为他不问 bottom 理由在哪里 为什么上面的方法一 却生会 方法二不会 因为方法一是特例 刚好是第十秒绝结束的哪个答案 有沒有聽懂 剛好是十秒的結果吧 那方法二呢 這個二呢 是幾還是特例 是幾何 是每一秒 0到1秒 1到2秒 2到3秒的每一秒是幾何 那請問老師你怎麼教方法二 我教給老師看 假數是5 你是不是3 所以距離幾 差幾 二就教完了 對不對 你只教第一秒 嘴巴給人講 講什麼 每一秒 所以只要是幾何先 就要看到幾種方法 最主要看到幾個例子 三個 那這裡怎麼教 我這個教法不是很好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我會是這樣教 好 老師 學生看到0到1秒追2公尺 1到2秒也追2公尺 2到3秒也追2公尺 所以每一秒都追2公尺 有看懂嗎 對啊 所以老師們這樣講完 對特例跟集合有沒有一點感覺 有沒有一點感覺 對啊 像基督問題我們都說基多一隻腳就怎麼樣 少兩隻就交完了 基多一隻腳少兩隻是特例還是集合 特例還是集合 集合啊 所以你至少要舉幾個例子吧 我再講一次 基多一隻腳就少兩隻 是關係還是性質 是特例還是集合 對啊 你有沒有交代清楚 如果沒有 學生不會是正常的 這樣講完 老師們對國語閱讀 對數學閱讀有一點概念 因為每次看到數學閱讀我都會生氣 就看到亂讀 都把數學閱讀交成什麼 國語閱讀 最終呢就是我剛才講那兩個 關係還有 集合 集合 這樣有聽懂嗎 好 如果有聽懂就OK了 這個 這個 這些我講一次還夠了 還要講幾次 三次以上 我們才會成功 你聽懂不懂 什麼叫三次以上 好 最後我們就講一兩個例子 就集合了